大家好 谢谢你们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瓜的种子 黄瓜健康美味 营养丰富 吃起来清凉爽口 它还有很多美容的功效 尤其是自己种的黄瓜 那更加新鲜美味 我今年种了两种黄瓜 一种就是这个带刺的长条的中国黄瓜 另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矮的短一点 这是美国黄瓜 我们先来聊一聊播种育苗吧 要想黄瓜早日出苗 可以将种子在温水里面浸泡几个小时 这是随着温度的改变 可以让种子尽快的从休眠状态中熟醒过来 清泡好以后 把种子捞起来瀝干 将育苗土呢 先用水浇透 再把种子拨进去 盖上土 最后再加一点水 经过这样子的吹苗 经过这样子的吹苗以后 种子发芽比较快 五天左右就可以出苗了 黄瓜移到地里面去以后 可以追加一些肥料 当你看到卷须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及时的打架子 要给它支撑 让它可以爬上去 把那个慢引到那个支撑上 可以慢慢爬 黄瓜的根系不是很发达 它的那个吸收力呢 比较弱 它不适宜于吃很高浓度的肥料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壳肥 就是把鸡蛋壳晒干 碾碎做成的肥料 当然你也可以吃堆肥 液体肥等 反正是薄肥禽丝 黄瓜早期的时候需要控制水分 避免它涂长早衰 黄瓜有瓷花和熊花 这个花山带了一个小黄瓜的 就是瓷花 它会结果 熊花的地质上没有一个小黄瓜 熊花负责寿粉 那我们下面来示范一下 怎么人工受粉 就是摘下一朵熊花 然后把它对着瓷花的花蕊 让它涂抹一下 可以把熊花的花瓣先去掉 这样比较好涂抹一些 黄瓜的熊花和瓷花都比较多 它不像冬瓜南瓜 所以如果密封昆春比较多的话 黄瓜不需要人工受粉 我这里只是做一个示范 受了粉的黄瓜 就会撑撑撑猛长 一天一个样 现在才五月初 我们的两种黄瓜 都已经吃了好几餐了 这个黄瓜这么大 是要留着做种的 黄瓜也需要及时的清理 那些枯枝难叶 像这一棵上面 长着三个小黄瓜 这个肯定长不好 所以我们把边上两个把它去掉 这一棵上面长着两个 那我们就留着它吧 黄瓜到底要不要打顶呢 我会根据情况来定 我们来看看这一棵 祖蔓和叶子之间 长出来侧蔓 它的花也是在这个地方长出来 你看这个侧蔓上面 就又有一个黄瓜了 我们沿着这个侧蔓 在外上面看 你看又有一个小黄瓜了 所以这一个侧蔓上面 长了两个小黄瓜 这个时候要把侧蔓打顶了 否则它会长不好 找到这个顶 把它打掉 不要了 我们再找到祖蔓 再在祖蔓上也打顶 因为这个黄瓜的祖蔓和侧蔓上面 都会长瓜 所以打完顶以后 它会长更多 长更大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您 麻烦您订阅 转发 点赞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